各位大家好,上集说到刘邦很危险,他被韩羽射了一箭,心口受伤,幸好他忍得住,令军心稳定了 但是后来天气越来越冷,楚和汉仍然在对视,总之刘邦防守,怎么都不出击了 当时他已经养好了战伤,回到广武这个地方 在这个时候,他的大将,我们很争议性,捐人负浪底后来成名的韩信 杀了楚国的大将是隆坠,又破了齐,军威大阵,刘邦陷入险境 韩信就威风白面,当时韩信破了齐之后 派人对刘邦传递了信息,说齐和楚相伦 齐国一天不能没有一个军王在押着,阵着局面 所以最好设计一个假王,如果你是刘邦听了之后 不知道有什么感受呢? 你想想,刘邦当时被韩羽打到一拨一拨 韩信就在外面供佛,又没有来帮我 现在占领了一拨一拨,还要封王? 你已经是大将军来的了,是不是? 你还觉得不满足,还要封王? 你是不是想威胁我,要胁我? 你是不是想和我分拳分地? 是不是想威胁我的江山? 听了之后自然很生气 就想去攻打韩信 在这个时候,身边的谋臣张良和陈平 同时就劝刘邦 打个颜色给他,不太好 给一些懷疑的颜色给他看 或者是觉得不妥当的颜色给他看 那刘邦这个人的EQ真的很高 情绪的控制真的很好 即是他发誓了之后 好像我们平时有个人得罪了你 好,让我先打他一身 但最后你说完之后 可能你冷静下来 你未必会做一些这么老妄的事情 那刘邦立即收口 不再骂韩信 他心神领会了此时此刻 他极之需要韩信 如果他自己内控自己的反面 肯定是益了这个项羽 所以于是 刘邦就对那个侍者 当日韩信就派了一个侍者来通传 他就对侍者说 好,大丈夫 要做就做个真王 做什么假王啊? 汉原税这么高功劳 封个齐王又如何啊? 对了 所以就给了个税印 给了个 在那个 指令那里吸了个人 好像赵书那样 就叫那侍者带回去 封了这个韩信 做齐王 过了没多久 又封了英部 就做淮南王 那英部本身呢 是项羽那边的 即是他叫擒布 后面就寒了刘邦 那就是 刘邦反正都是一不做二不休 为了稳定军心 他封了一个 就不能不封另外一些 所以他就封了这个英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刘邦那个人呢 其实他虽然内心 也有点不太想 但是他以大局为重 他现在最重要 就是稳定那些 手握重兵的人的心 如果搞分化 他一定是左右 或者几方面受敌 他就陷入困境了 那韩信自从被封了齐王之后 立即忠诚了很多 对刘邦很感激 他率领大军不断进攻这个楚军 骚扰他 令到项羽大伤路根 在这个时候 因为刘邦很慷慨 也论功行上 受到很多人的尊敬 甚至有些 可能是项羽那方面的人 都来投靠他 因为项羽那边 说就说很关心你 但是一有什么功劳 就分不了的 那就麻烦了 就是说老闆对你很好 但是从来不加你薪 从来不升你职的 那对我好 他是对我 聘请我吃饭 但是我做到工作 他没有升职的 所以很多人 都加盟了刘邦的方面 再加上 刘邦其中一个最大的功臣 就是萧河 萧河的工作 就确保后方的粮草 是源源不绝的供应 当时刘邦有个粮仓 叫傲仓 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但是反观 那项羽量度接应就不太好 而且经常刘邦派兵 去骚扰后方的粮食 所以越来越少粮食 自然肚饿 肚饿根本都没有士气打仗 而当项羽出击的时候 刘邦是坚拒不出的 所以 两国又继续相持 而且慢慢 项羽处于一个劣势 当时漢王派陆架出示 坐刑 请求放回刘太公 但项羽不肯 而且大骂刘邦 也把侍者 赶出去坐刑 揚言 快就要把刘太公杀死 刘邦心事重重 在刑将那里 很烦 项羽的兵马又不肯退 又要恐吓他 杀了他父亲 那韩信的援军 迟迟都还未到 当时 张良就进来和刘邦谈 他就说 现在 这个草霸王的糧食快吃完了 他一定迟早会撤退 不如我们 趁着现在 不如跟他炎和 只要他肯放太公和夫人 我们就退兵 那刘邦听了之后 都觉得 这个方法 都应该在现在 这样的情况里 是最好的一个模式 但是派谁去求和呢 商量了一会儿 就决定派 洛阳人 侯宫去 侯宫 一见了 汉宇 就把刘邦那封 求和信给他看 汉宇一看 就是刘邦提出和议 心里面也有几分满足 他就打开封信 就读了 封信说什么呢 就是说 年年的征战 已经令到百姓怨声在道 士兵疲弊不堪 今天就派侯宫前来求和 以结束现在的对视状态 就建议楚汉双方 以仁阳东南的红沟作为界限 东面就归楚 红沟西面就熟汉 汉宇看了之后 亦都动了心 因为现在呢 就是没东西吃的困境 都很麻烦 那如果打和谷 我就可以回彭城 最多第二天 看看有什么机会再打你 是的 于是呢 汉宇也都派出示者去汉营 约会呢 刘邦是划定这个界线 那刘邦就见到楚国的使者呢 就说 既然我们都讲和了 请转告这个霸王 就说我和他呢 现在呢 都依然是兄弟 是的 如果汉王有诚意呢 就麻烦他呢 放回刘泰公和我老婆 是的 这样呢 他这样做呢 才会令人心服口服 世人敬佩的 那刘邦呢 就让手下呢 口袋了楚国的使者 那楚国的使者呢 而连连叩头答应 就呢 回到他呢 就一定会呢 去游说这个 汉王呢 就放回刘泰公 和呢 就是 劉邦的太太啦 那究竟 这个 这个 楚国的使者 回到他 去这个 安排这个 和议这件事情 是不是会顺利呢 中间会不会出现了一些突发的意外 令到呢 两边呢 求和不成 再打上 就是打起上来呢 我们下集再讲 好